妈妈今天晚上吃什么 今天晚上吃铁板鱿鱿鱿和狼牙土豆 哇哦水果茶 对还有水果茶 用十几种酱料秘制的铁板鱿鱿鱿云配方 学会了直接开店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自己做过狼牙土豆 这东西切起来超级结痕 外地的朋友来猜猜 这是什么 这个是四川乐山的卤油 好吃的原因一半是他 你们是狼牙土豆党还是锅巴土豆党 煲菜是里面的灵魂一定不能想 微微发黄就可以了 还有很重要的一步是蒜油 一步由为了汲取香料的精华 配方放在这里 七枝石齐锅 狼牙土豆的配方附上 这耳根是灵魂 算是四川标配了 这方子半别的也好吃 在家也能做出夜市的感觉 这一期主打路边摊全家 咱就是说自己动手做 家里长辈就没法说不卫生了吧 不会切菠萝的姐妹一定学起来 我这个方法也可以处理干净 双头水果刀取波螺次太方便了 梦中情瓜 再不吃西瓜就要过季了 厨子偷偷吃一块 这么多口味的水果茶 出去能卖多少钱你可以吗 我已经过不及待出去摆摊了 至于鱿鱼呢 自己处理肯定更加放心 铁板鱿鱿好吃的关键是什么 我现在就教大家做教练 把屏幕上的食材放入搅拌机 龙哥抱着我的快乐来了 不愧是天天健身的 四川翘臀实至名贵 酒粿填满才有安全感 小小我们今天边坐边吃啊 好 来 爸爸 水果茶 水果茶 看我这手法怎么样 还有什么能改进的 就靠大家提提建议 学习就靠打听网友了 你来帮忙配油还是 好厉害啊 你看 干杯 哇 你看她吃了鱿鱼吃了掌尤箭� professionally 小小在外面吃过铁版鱿鱿鱼没有 没有 大家上次跟我说她想吃 我这个鱿鱿鱼满鱼而吃不亏吧 我不亏 可能你要亏 吃了吧噶尹哈 浮了浮了 铁版鱿鱿鱿鱿就是要 내존宵俵的才好吃 我跟容哥就喜欢撒满辣椒面 好爽哦